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來 我們要趕吃東西 因為今晚臨尾的兩節 我們都會試一些新的產品 我還沒吃過 連我也沒吃過 話說昨晚我看球賽的時候 我最後還是捨不得 拿金湯匙和紅燒匙 拿了金歐匙回家 在開球的時候 之前吃 我就想著點幾鐘 1點15分 想著睡 誰知道內心真的很緊張 怕睡著了 醒不醒 倒下不起 這麼誇張 於是乎沒怎麼睡 兩點多鐘就走出來 但是我都覺得真的很滿足 我也覺得這個勾詞 真的 你說不是吧 119元給你一個碗多兩碗次 就是一口湯匙 你又嘗試出去吃一下 在外面吃過 吃別人的刺 你就知道究竟是什麼價錢 現在香港吃東西真的很貴 不過不要緊 下一次我會介紹 另一間 據說新開的茶餐廳 早午餐放題 放題 茶餐廳 但是一去到這樣 我絕對不會 心底不好 但是我一見到這些招 其實很容易出事 香港現在真的難得不得之了 所以你什麼王家禍 又說服務 我想大家如果珍惜自己的工作 盡量在你能力範圍之內 服務好些 是合理的 你認為人工少的 或者老闆欺負的 不要做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是為了自己的飯碗 做好些 也不要讓那些 我認為是欺負香港的人 找藉口 你貪便宜就貪便宜 但是 如果別人便宜 你又服務好過你 那你就真的 你就真的 這個世界 你下下不能夠道德綁架 大家香港人 你出去消費就全家產 不可以這樣 記住 有些人是不喜歡政府 但不等於和賀包 是啊 是啊 他當然不會 老實說 如果他覺得這個享受是大的 在香港 雖然是貴一點 他真的有時間 要上去 那不代表他一定會 所以你們都是 都是要做好些 你不論如何 你問我 好了 黎智英案 其實我又不是很想說 你們 但是呢 我又見到裏面都頗有趣 李宇軒 老實說 就真的很難 我說幾句 去怪責他 在過去 他今天已經是第13天做工 即是昨天 即是之前 做過那些口供 但是 真是笑一笑 你又要明白到 他的處境 但是呢 真的 如果沒有心理準備 其實 不過現在說 已經太遲了 好了 控方呢 昨天呢 就把他 和這宗案的另一個被告 叫做李子華 的訊息紀錄 這個訊息 我相信是Telegram 或者是Signal 我不知道 就顯示出來 那 陳子華呢 在2020年的7月 即是國安法 剛剛立法之後 就問過李宇軒 喂 你安排好 香港的事沒有 那當時 李宇軒的回應呢 我搞定了要搞的家人 加個X 就是不止一個 那 李宇軒呢 就在庭上解釋 說因為香港有政治檢控 無論離開或者留在香港 都要安頓好香港的事情 即是解釋他這一句 我已經搞定了要搞的家人 信息也顯示 李宇軒和陳子華曾經在群組裏面 討論過海外成立臨時政府 最初考慮邀請前立法會議員 梁仲恆 陳浩天 鄭文傑 我不介紹他們 是前一前一前一 陳浩天 不知你們應該知道是甚麼人 梁繼平 梁繼平應該是學院 即是港大 做這個桌面人 去提供動力 甚麼叫做桌面人呢 即是出來做這個臨時政府的 最少都是代表 Spotman 最少都是 達後就負責國際游水工作 但最終沒有結論 因為覺得他們都不太適合 陳子華就說 不如由他來做吧 我都不知如何評論 在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但是很好笑的事情 有時候 譬如說成立臨時政府 由你這幾條牟利 但是這個世界上 都是要有這樣的牟利的 很多次 這些事情當然 在現在這個境環裏面 你們一定進入 但是 以我們 你沒辦法有國安法 以我們的認知 其實你問我 這是甚麼呢 這些不是吹嘴 這些是做夢 嗯 如果我們在街上聽別人說這些話 我們看一看 我是笑咬他 我是不會拉咬他的 直接覺得 哇 你老母 當然這個世界上 是要有做夢者的 任何 宏大的理想 都是由這個 夢想開始的 那 法官李韻騰 當然要問 他說 喂 當時國安法已經實施了 為甚麼還想 成立臨時政府 你是否認真 我不知道李韻騰 是用甚麼語氣 即如果 就這樣我看下去 我覺得這個李韻騰 你是否想給個 給個 給個台階 給你下台 喂 你們講笑 就是吧 那你們如果聖牌 他這樣說 就說 那我不知道 李軒說 因為如果不站出來 香港依然會被中共控制的 香港政權統治 已經跌入一個 有政治迫害的環境 情況已經很差了 那 跟著他繼續說 他說如果成立 流亡政府有兩個條件 第一 你當然要流亡 先離開香港 第二 必須有桌面人 但是呢 他承認真的考慮過 認真考慮過 seriously去想過 不過後來發覺 都真的沒有合適的桌面人 如果你說要成立臨時政府 第一時間 我算是要反對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你老母是 什麼臨時政府 你老母是 我反對了 喂 你們這班人 又真的不是幾個班 什麼鄭文傑 陳浩天 梁仲恆 你起碼要選 不要說那麼多 這些 李宇軒呢 在8月10日被捕當日的下午 其實陳子華已經叫過他 喂 走了 但是李宇軒說 陰妻楊錯 或者他都想走 他都想走不到 大哥 其實也都在 控訪也都在李宇軒的電腦裡 找出了 在2020年8月4日 英國國會跨黨派的 香港小組的新聞稿 那個報告就是證實 香港警察在示威行動裏面 有暴力的 這是美國國會議員報告 證實了香港警察在示威行動裏面 有用過份的暴力 我是讀新聞的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老實說 暴力就肯定有了 你有沒有這些黑暴 然後丟那些什麼 火魔法 他不想用暴力嗎 至於有沒有用過份的暴力 大家就是 心中有躁 好了 就提及過 SWHK 即是從光團隊 又叫攬炒團隊 即是在說這些 李宇軒說 當時 SWHK就是這樣的 至於中文名字仍有爭議 陸陸續續在這些審判裏面 你和黎智英是否根據他們的口供呢 黎智英也有付錢去 有資助他們 原來SWHK是攬炒團隊 從光團隊 你們曾經想過搞臨時政府 這些拉線 最後會怎樣呢 大家其實都是寫在牆上的 是吧 好了 不要說這些 很難說的 我便覺得 恆新大學 恆新商學院 其實就真的 我不知道 我讀書的時候 是否已經有恆新商學院 那時候 很難多年了 但是 真的 或者我讀完書 畢業之後 我不知道 也挺OK的 有很多人 譬如說 A-level考到 未必入到U的時候 那時候 入恆商 都好像挺不錯 升級了大學 當然這是一個私立大學 但是這件事 我簡直覺得 它是 含家產之中的含家產 是蠟燃殺 他在小力園 恆大 港元那邊 是啊 以後 你們想著 置業小力園的人 都要小心點 免得讓你欺氣 影響到自己 恆大已經復合了 就是 那不關事 那就是恆新商工學院 恆新大學的 那你就叫做恆大 恆大就拿了東西 真的確然是 好啦 那什麼事呢 他被發覺 已經刪除了3月份 即是上個月的新聞稿 就是委任這個 杜拜王子 還會員教授 和簽署合作備忘錄的事宜 喂 那這件事 即是被人擱動 其實我就不會怎樣嘲笑他們 喂 整個政府都被人擱動 從何況你們這些學者 其他大學都沒有中招 不是 那些都不重要 剛剛才會去 他需要什麼呢 他需要什麼呢 你刪除委任榮譽教授 和合作備忘錄的新聞稿 刪除了 但是記者問他 喂 那究竟當日你委任這個榮譽教授 和簽署的合作備忘錄 你刪除了新聞稿 他又說有效 如果有效的 為什麼你要刪除這段新聞稿 這段新聞稿 3月份他們有很多 其實是一間大學公關的 有很多新聞稿 是零零四日沒有這一份 至於 官網裡面有四個榮譽教授 四個榮譽教授裡面 獨獨沒有李王子的名字 其他榮譽教授的名字 就繼續保留在這裏 就是包括高恆健 姚宗儀 文福德 和南高雲歌唱家莫華倫 他們的名字都在這裏 這四個榮譽教授 姚宗儀 高恆健 和阿里王子同級 是啊 不是 其實不是阿里王子 要和莫華倫同級 差不多 不是 都已經覺得紮紮的 莫華倫是什麼老幾 幾十歲 那條年輕女兒 以為很有型 那條女兒又肥又有性 是不是 好啦 和莫華倫有幾個榮譽 其實我就是最看不起那些藍高音的了 喂 我不認識嗎 是不是 阿里王子 阿里王子 那我只會起一把死人生 不知道做什麼 沒什麼聽心 我只會唱藍音 是吧 好啦 你壞又壞在什麼呢 你自己 記者在4月9日昨天 發覺恆生大學修改了3月26日的新聞稿 刪除了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內容 改為 還被人 現在沒有了 人們是全部都被截了 改為 恆生大學泰東盟綠色政策中心開網 OK 好啦 也都沒有再提委任過阿里王子做榮譽教授 好啦 也都刪兩張照片 本來有兩張照片 刪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留下那張照片 也都沒有提過這個是阿里王子 只是一張照片 這樣也奇怪 那個新聞稿 有一張照片 譬如現在 你新聞稿 你 不要說什麼 譬如你買一份東方日報 打開B2 突然有我 被你這樣一頭在那裡 一隻字都沒有說 那個馬健年 被你晚報主持人 好色的 沒有說 所以就這樣有張照片 那就是做什麼 是吧 好啦 那記者問他 喂 為什麼你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呢 不回應 那那個簽署被忘錄有沒有效 仍然有效 那什麼事啊 喂 喂 你只是那樣垃圾 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處理這些東西 香港那些大學 或者大機構那些人 喂 其實你就繼續 我又不是去榮教授 要不你就 喂 不是啊 搞錯了 原來這裡想像他 屌你媽媽 是屌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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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黏住他 先看清楚些 做什麼 又怕他屌你媽媽 可能又真是 還有一次 那你就不要刪除主 不是啊 不是啊 老實說 我真的很公道 大家都聽到 我不能夠說 李王子一定是騙子 是不是 甚至乎那個什麼 是福建人 還是馬拉人 做過虛擬貨幣區塊鏈 NFT 被美國證監會警告過 至於 日麥爾裏首席執行官 中堂空鐵 涉及多間 官司在內地 比人民最高法院 公視為失信公司 旗下子公司都被凍結股權 對 只要你說 韓生家族的寫視樓 那些照片 我都搬下來 你明白嗎 不過不要緊 我都覺得 不要緊 就等到十月 學誰說的 沈雲林說的 你老母 現在 中堂王姐 騙你們一毛錢嗎 還沒有騙到 他不是不想 騙不想到 OK 好了 最後 我們發快出去 十五分鐘 我真的不能說那麼長 其實這一個 就是說 這個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對全球四十六個地方 的人坤性伴侶進行排名 其實去年我們都講過 不是人坤性伴侶 是講世界男士那條洋具 香港其實都幾失禮的 但是我見到那個數字之後 我記得好像 Average 五點幾吋 香港 只要我們多過 好像五吋 多過五吋 你就是大溝 不用用大溝 你少過五吋 你就是賓州 那要用大溝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現在呢 就是講全球性伴侶 首先呢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定義 你的理解 這裡沒有寫的 聖伴侶是SP 還是 叫雞算不算 應該不算了吧 應該不算 嘩 如果叫雞算呢 你只有十四點五人 這個第一名 全球平均性伴侶 就叫做第一位 你走開 你現在就求兩期 走去燉鏡波 求錦秋 找個小子 你可不可以去聖伴侶 你都要一百幾十個 不是說我吹水 真的 有些雞 純情一點 有些是 一個禮拜一個 叫雞 一年都52個 三年雞 都150幾個 有些純情一點 拉拉扯扯 一定不止14.5 肯定有二三十個 聖伴侶 我覺得應該不算 如果不算 叫雞 有十四點五個聖伴侶 是不同時期 中她一生 例如我十六歲 至十九歲拍拖 有一個 同一時期 嘩 沒有寫 如果同一時期 有十四點五個聖伴侶 我覺得很厲害 所以想到溫 對 她真的很厲害 還是 那些 不是代表你天天要診他們 不過你拿個電話出來 今晚 點燈 嗯 今晚找Pansy 喂 叫Whatsapp Macy 今晚做事 搞得好 她說 OK 今晚做事 OK 十點到地方 OK 十點到地方 十點到地方就可以了 然後可憐兩個月不找她 接著呢 你那兩個月入面 你就不是找Macy 你是找 Grace 阿維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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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 李維寧 阿龜 阿豬 阿蜆 如果是這樣 這個不是開放 是厲害的 我又覺得很 我覺得 是我們全世人 都在渴望著的人生 有很多男人 這間 Worl Population Review 對全球46個地方的人均性伴侶進行排名 最終 最多14.5個人的地方是土耳其 雖然土耳其是最開放的伊斯蘭國家 畢竟是伊斯蘭國家 可以娶幾個老婆也是 但是14.5個性伴侶 台灣 平均性伴侶的人數有6.6人 我都排第35名 原來台灣那麼淫亂 這個統計機構就會對人口不同的數據進行分析排名 在性伴侶的研究裏面提到 很多人一生裏都不止擁有一個性伴侶 而全球人均的性伴侶是9.9個 我想它是不同時期 由於不同國家的風俗文化各義 令到這項數字出現極大的差異 根據統計 46個地方的民眾裏面 一生之中擁有最多性伴侶 是土耳其的公民 他們平均一個人 會有14.5個性伴侶 至於那樣都多的 如果一生之中不算叫雞 不同時段 其實都不能夠說少的 14.5 是不是很多呢 不算叫雞 14.5 都不算叫雞 都不少的 不少的 譬如有一段時間 你不算叫雞 有一段時間 你有老婆或有女兒 那你來不可以出去 交一條女兒 那老婆七年 那七年入面你來不可以一年 可能只能吃一個半個 14.5也是少的 真的是少 OK 好了 澳洲、紐西蘭和冰島有13個 挪威、芬蘭和南非有12個 不過 竟然土耳其 會走第一 壓倒了這些挪威、芬蘭 都是另外有些 奇怪的 那些就是 北歐比較性開放的國家 好了 台灣的新人的性伴侶數量 是比你的世界平均 9.9 這個不是略低啦 你6.6你只有50% 在46個地方裡面排35 都是稽的 但是 印度 每人平均一身中只有3個性伴侶 那就強姦了 所以 搞得這麼少 社會 風氣比較保守的 大陸 大陸說是社會 大陸比較保守 神經病 香港和越南 平均都不超過4個人 越南都叫保守 香港 不過4個 不相信啦 不可能啦 你拍拖都拍兩三個啦 起碼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有時拉斜 有些人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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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性伴侶 數量差異很大啦 當然啦 你不用問啦 我不用看資料啦 那些甚麼中部 那些甚麼猶他州 那些 那些 一身人是個 你便很低啦 吵架 魯爾士安拿州的居民呢 平均有15.7個性伴侶 哇 這麽誇張 但又說牛他州 原來只有2.6個性伴侶而已 OK 那這麽真是 這個就 拉拉扯扯啦 是吧 我想今時今日就 香港 我真是不信死啦 你說 香港我想都是6.7的 應該是 正常來説 OK 好 幾十個 各位 各位 各位網友 如果你認為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浪費時間 22分鐘 休息一會 就算了